這邊輸入Eclipse網站 那你要記一下Eclipse LECIECLIPSE derived SE.ORG 我講過,它不是點C襖埃 word,它是ORG Enter,Enter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進來你就看到一個Download就好了 Download Eclipse,點下去 點下去就可以 點下去之後,這邊有好幾個版本 1、2、3等等的,這邊有這麼多 書上的話,我看一下書上好像叫我們Download哪一個 Download是這一個,ID11 這個,ID的這個,這有兩個ID 不過我的習慣是這樣 有的人Download這個,有人Download這個 那我的習慣是Download這個 其實都可以的,都可以,我試過應該都沒問題 只是說用起來,我覺得這個會比較習慣一點 因為我之前都用這個 那要Download的話,這邊有分兩個版本 一個是32,一個64,請你Download32的版本 32版本,當如果下來之後,它會出現 這邊有個下載的人,你就點這個箭頭就好了 這個箭頭它就儲存 那它下載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版本就是Eclipse,然後版本是3.72 還會再更新,目前最新的是3.72 我們把它儲存下來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第二個步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